多時你不擔心會爆炸嗎? 很擔心的 所以救不救時也有點擔心了 然後就要撤退 星期二下午一格城巴 在鎖魚沖太古方對開起火 車尾陷入火海 我們有獨者拍到附近一間燒熱店的職員 當時首持滅火桶嘗試撲救 我們找到那名燒熱店師傅黎先生 他說見到攝氏的巴士 車尾火勢越燒越烈 又聽到老闆說鋪圖裡有滅火桶 於是就拿起滅火器衝出去幫忙 不過它的火在裡面燒出來 它一邊燒一邊滴下去 我們的滅火器噴不到進裡面 所以想企圖救息也不行 我們盡力了 沒辦法了 這麼巧而已 舉手之勞 火警最終由消防員救息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城巴在回復外查詢時就說 涉事的巴士車06年 亦通過了既定的驗車程序 會全方位調查事故的成因 來,吃吧 來,吃吧 來,吃吧